各位好 我们现在来复习范例2 一个摆锤质量为M速率为V 摆线乘L 摆线与钳直线夹角为θ 如图所示 那它正在做一个等数圆周运动 那请问 第一题 悬线的A点为参考点 那 摆锤的角动量是多少 那我们就把一个人 一个人 它在A这个位置 那它看到的R 它看到的R就会是这一段 还记得我们前面的影片说 有没有转动呢 是跟我的参考点有关的 那参考点看出去 看到这个物体 这个距离叫做R 那这个R会决定 我看这个物体到底有没有算是转动 好 那今天呢 它看到这个物体 然后呢 是用Mv的速度在跑 那这个Mv和R有没有垂直 其实是有的 其实有 这需要一点空间感 嗯 其实这个R和Mv是有垂直的哦 这要自己想象一下哦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 第一小题就直接是以L就是R垂直乘上P就是R垂直乘上Mv 那今天R和Mv的确就是垂直的 所以结果就是RMv 不过今天的R就是L 所以我们就写LMv 那第二小题呢 如果是O回参考点 O回参考点去看这个物体的话呢 它的R就变成了是这段 蓝色的这段 我们可以给它一些编号 刚刚这题我们的R叫R1好了 那第二小题的R我们叫它R2 它的颜色这样子不太清楚 我们换个颜色 绿色可以 那么R2结果不一样的半径 所以角动量应该也会不同 那今天它是不是也是垂直 应该也是吧 这个眼睛在底下看的话 它会看到的结果是这样 这是O 然后O去看到一个物体 向右 向右Mv 所以这一段的确也是垂直 可是这段R2不再是L 而是L的sinθ 所以结果是Lsinθmv 也可以写成Lmvsinθ 这就是第二小题 那第三小题呢 要问合力举 力举总和 力举总和 那今天它是做等数研究运动 做等数研究运动 所以它其实就是合力是向心力 合力作为向心力 合力作为向心力 那向心力又通过O点 向心力又通过O点 向心力指向O点 方向向O点 那既然向O点的话 利币是0 那就是合力举为0 那就是合力举为0 所以这就是第三小题 所以这就是第三小题 感谢观看